咖啡豆在烘焙过程中自然掉落的外皮被称为银皮,也就是咖啡糠。 在北美,每年有数百万磅的银皮被制成花园肥料或碳。 近日,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和快餐公司麦当劳宣布合作, 用麦当劳的咖啡豆银皮来制作福特汽车的某些零部件。 福特公司研究小组发现,通过在低氧环境中加热咖啡豆银皮至高温, 将它与塑料和其他添加剂混合做成颗粒物, 然后用这些颗粒物来做成各种形状的部件。 这样的复合材料符合制作一些汽车磷部件的质量要求, 比如前兆灯外壳以及内部零件和引擎盖组件等等。 这种新材料的比例是80%的塑料和20%的咖啡豆银皮。 而以往的材料里,我们是用了40%的华石粉, 但是华石粉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质。 用这种新型材料所制成的部件比当前材料轻20%, 并且在成型过程中节省多达25%的能源, 它还具有更好的热性能。 这项创新并不仅适用于汽车制造行业, 它可以应用于其他许多行业。 今年年底,福特将率先在林肯大陆车型上 使用这种新材料制成的前兆灯外壳。 代比说,福特和麦当劳还将继续合作, 研发可持续材料。 我们也跟麦当劳公司聊过他们其他的废料, 他们卖很多的薯条,早餐,橙汁之类的, 那么土豆皮,番茄皮,橘子皮等, 这些都是有潜力可以被利用的。 美国之音正蒂娜,九岛纽约报道。